我真的受不了 一个喜欢你的人 天天跟你在一起 有说有笑的 我怎么办 你让我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没有 我们怎么有说有笑了 为什么加班的时候 只有你们两个人 去几次我们俩都在 其他都是不在吗 而且我在外边看到你们 有说有笑的时候 我进去你们就分开了 你们就躲着什么 你怕我看到什么呀 我哥 我上次做了什么 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告诉我 你看到了什么 你不要看到一些 什么都没有看到 你自己在这 胡编乱造型吗 这样 你说清楚了 我们可以理解了 但是他的不理解 你能理解吗 这个话有点绕 我其实一开始 我是能理解的 因为他会识书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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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全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 他每天问你 就同样的一件事 我真的我觉得 他完全不相信 我们俩在一起三年了 我怎么说他都不相信 如果有监控 我真的喜欢 把监控掉了 他勉強地看看 我在做什么 李楠 我在做什么 我当时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好吗 我不知道你们 为什么不相信我 想弄到今天这个地步 直 给你个机会 我以前也不这样 你知道你上次喜欢你这事吗 我觉得他说挑衅他 我不太相信 你信不信你上次说过这句话 就喜欢你 跟他说的 我相信 说实话 我上次从来没有跟我表白过 但是 平时我能感觉到 他感觉到对我有意思 是 如果那个女孩 80后的李嘉宾 是李楠的女上次 他明确地表露过他喜欢李楠 他每天下班送她 而且打电话告诉你 说他喜欢李楠 请问你做何感受 我说过 其实我能理解李楠 嗯 好 我也会吃醋 我问的就是这个 另外问一下 这个 今天是你一个人来的 附老师 我不知道他今天来不来 但是我今天已经给他发过短信了 如果他今天是个男人的话 就今天给我站出来 有没有人在第二现场 有是吧 做好准备啊 有第二现场有人 明白吗 明白 啊 来一起回头 让我们打开第二现场 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任伯文 就是陆雪的上司 哦 你今天为什么站在后边 你为什么不站到这儿说 我觉得你冷静一点 上台的话 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冲突 主持人应该也看到了 他现在这种状态 他的状态似曾相识 很像年轻时候的我们 年少气盛啊 可以理解啊 你还是比较成熟一点 是吧 我想问一下 你是不是跟这个 李楠说过 你喜欢陆雪 那我今天不怕 当着所有人面前告诉的一次 我是喜欢陆雪 陆雪 问一下什么时候喜欢上台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不向陆雪表白 因为我知道他有男朋友 所以我一直到今天为止之前 我从来没告诉过陆雪 我喜欢他 更没跟他表白过 也没有追求过他 我怎么了 难道我没有喜欢别人的权利吗 你有什么资格喜欢 他是我的女朋友 他是我的女朋友 但是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今天你却在 大家面前 说出了你喜欢陆雪 其实我今天来这 是想把这事讲清楚 而且没有说 今天要在这 跟陆雪表白 你已经说了呀 你已经说了呀 是他男朋友问我 那我为什么 我觉得我坦荡荡 那我可以理解 你表白了自己内心 最真实的感受 这也是人之常情 但是你接下来 跟陆雪还要在一起 工作 但是你今天已经说白了 那你们还怎么 在一起工作呢 陆老师 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 首先我是有喜欢 别人的权利的 我就有权利 而且在我们 接触的过程中 我很尊重陆雪 陆雪他也很尊重自己 反而现在是他男朋友 不尊重自己 更不尊重陆雪了 我是不相信你 你不相信我 还是你觉得我们做什么 你都 好 死都 那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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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